而这次相隔国中小学运动风气兴盛 各校代表队不论是个人或者是团体 在各级大小竞赛项目都有优异的成绩 而相公所为了奖励学生们的努力 乡长吴安德是亲自到各校颁发了奖励金 表扬各校的选手们 而也期免他们继续努力 勇于突破再创佳机 乡长吴安德到校颁发 体育竞赛奖励金 不论是足球棒球或者游泳篮球等 各校校队选手们也热情欢迎 颁奖过程热血气氛弥漫全场 我们为了要奖励 选手们的辛劳 失定失事奖励金设置办法 来鼓励国中国小的小朋友 永远参加比赛 热血香各国中小学运动风气新盛 各校代表队不仅是个人或团体 代表热血香出征全国各大小赛事 都有拿下前三名的成绩 为了奖励学生们的努力 乡长吴安德特别亲自到各校颁发奖励金 表扬学生选手们的表现 也期免每一位选手们继续努力在创佳机 我们今天花放了六手国小的 瑞税国小 瑞美国小 瑞北国小 瑞福园国小 奇美国小 瑞税国中 小朋友的表现都很优秀 乡长感到非常骄傲 希望小朋友们明年可以继续努力 争取更好的成绩 为了提升学童运动风气 鼓励他们勇于挑战自我 乡公所特别编列20万元运动奖励金 以致奖励表扬 瑞税香各校代表队或选手们竞赛成绩表现亮眼 尤其今年度已经颁发了将近19万多的运动奖励金 乡长万德高度肯定 也勉励学生们继续努力突破自我 记者是玉兰 瑞税香采访报导 也讨论